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张双目凹陷 颧骨高突 血迹斑斑的脸渐渐靠近镜头 差点没把我吓死 随后便是如预料的抛尸 开车到江边 一不小心毯子展开延伸到江边 特拉沃露出一副惊恐万分的表情 身后有巡夜者打着电筒 走近大喊 Who are you 总部影片在这样一只疑问中拉开 特拉沃回到阴暗的家中 边用漂白剂洗着手 一边审视着镜子中的自己 转过身 看见冰箱上贴着小纸条 Who are you 第二天 原来特拉沃是机械工厂的工人 每天做着重复高压的工作 上有剥削无理的老板 下有针对他的同事 但凡见过他的人都会对他说 你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后来他遇见了一个自称叫艾文的人 说是新来的工人 终于在一次意外中 特拉沃因为被艾文分心不小心触动了开关 导致同事失去一只手 从此便内疚不已 但是他又只能安慰自己说是意外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 艾文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而特拉沃自己所有的言辞也没有人相信 就在发生意外以后 特拉沃每每回到家中都发现冰箱上贴着小纸条 前面画着残缺的图案 好像暗示着什么 特拉沃非常害怕 他觉得是有人在蓄意报复和谋害他 他的精神也逐渐陷入崩溃的边缘 随着剧情的发展 艾文总是出现在特拉沃的身边 却又不让他抓住 特拉沃追逐着艾文想弄清楚真相 凭借着偶然发现的一张照片 发现他和身边的每个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他前前后后怀疑了身边的所有人 工厂同事汉工被机器吃掉手的米了 唯一能给他温存和安慰的妓女 也是在与妓女斯提夫的争吵中 斯提夫一语道破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照片上的人不是你自己吗 斯提夫面对发疯的特拉沃大骂fucking psycho 特拉沃在斯提夫的大骂中逃离现场 从这里我们影片的解密逐渐开始了 特拉沃回到家中 发现艾文带着咖啡店服务员的儿子 尼克拉斯走进自己的家 他以为尼克拉斯被艾文杀了 于是拼搏杀了艾文 然后影片回到了最开始出现的果实的画面 然后将边抛尸 还记得最开始那个看见毯子展开 特拉沃那个惊恐万分的表情吗 原来毯子展开后里边并没有尸体 而远处打着电筒走来说着 胡阿佑的那个夜巡人是艾文 影片接着开头 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艾文不是别人 正是这个一年不睡觉的深度失眠患者自己 影片结局通过片段式的插入回忆 解释了原来整个所有的事件 借为特拉沃肇事逃逸后 内心的愧疚感日益严重 最终导致精神失常 瘦骨如柴 产生幻觉 影片典型高利益 低结局 整个前半部分的铺垫和阴暗惊悚的画面 也描述的非常成功 但是解密的真相却不足以撑起整个故事 也没有让观众为之一惊的大回转 反而有种无病呻吟 无法圆场的尴尬 男主扮演者为了这部影片 整整捡了60磅 硬生瘦成一把骨头 倒是角色上把人物眼活了 无论如何 还是值得一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我们下期不见儿 感谢观看